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 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 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心情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 能够爱你 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明天更新 Yep my soul 耶稣能够 body of God 看满天都更新 祈祷能够将一切都担心 祈祷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祈祷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祈祷爱你 耶稣疼你 祈祷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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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全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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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络及电视机的兄弟姐妹 大家早安 欢迎你再次参加又昌教会的早导 在听信息之前 我们一起来攻守神的话 在约拿记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神的话这么说 约拿便照约拿的话起来 往约拿围去 约拿进城走一日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尼尼维必请妇了 尼尼维人信服上帝 便宣告进食 从最大到最小的多村马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维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 脱下朝服 披上马布 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骗告 尼尼维通臣 说 王汉大臣有令 人不可藏什么 牲畜牛羊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 都当被披上马布 人要窃窃求告上帝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上帝转意后悔 不发念入 使我们不致灭亡 也未可知 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害 降于他们了 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 又去醒的 各位兄弟姐妹早安 欢迎你一起参与 我们悠尚教会的早导 当我们看到 尼尼维 在悔改的信息之前 我们看到 约纳 她在鱼的肚子里面 三天三夜 她在鱼肚子当中的黑暗 好像看不到拯救的盼望 先前 她轻看了上帝的呼召 与使命 她选择坐船 逃避上帝所赋予的使命 如果以当兵来讲 约纳 她就是临阵脱逃 如果当兵的军阀呢 就是 唯一 就地枪毙 唯一死刑 约纳 她在 鱼的肚子里面祈祷 我们看到 她平日 不进前 死到临头 擦枪也光 这也是人的信仰的软弱 还好 约纳 她还愿意悔改 有一个作者 他写一本书叫做 与神对齐 作者是亚瑟因崔特 亚瑟因崔特 他说 属灵的对齐 也就是道德的对齐 我们必须要透过五个阶段 使我们的良心 得以洁净 第一个阶段 就是 默想上帝的话 第二个阶段 就是 认罪悔改 第三个阶段 是 行公义 第四 就是 按圣灵引导 祷告 第五 信靠 耶稣 救赎的大能 按照这几个步骤去做 我们的良心 便能够解禁 除去心中的罪疚 我们重新校正 所以亚瑟因崔特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告诉我们 良心是最重要的部分 又是我们里面的红绿灯 告诉我们 是非黑白 上帝的灵 与我们的灵 同一见证 良心 是我们的灵 聆听上帝声音的部分 我们听见上帝声音的方法 是借着上帝的灵 在我们内心 沟通 所以 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 我的良心 被圣灵感动 为我做见证 上帝对约纳说 你起来 往你女为大臣去 向其中的居民 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我们看到约纳 他从前不听神的话 他背逆神 躲避神 被神惩罚 但他能被神使用 所以圣经说 耶和华的话 二是临到约纳 对约纳来说 他是一个新的开始 朋友们 如果我们 过去曾经躲避神 我们服事做得不够好 或者我们受困一个情境 或一个关系里面 神会重新使用我们 给我们机会 神会对付训练 拯救我们 好让他的旨意 成就 神没有撇弃任何一个人 神继续使用约纳 重新呼召约纳 让他继续成为先知 过往我们想 约约纳 他透过海路 要逃往他师的地方 我们从约纳书的第一章 跟第二章 我们看到 海 连他的祷告 都是带着怒气 现在不一样的 约纳 他肯顺服神 他不再争辩了 他不会说自己不成 神再给他机会 是一个新的开始 圣经没有说 约纳去 尼尼围城 到底走多久的路 但他说 尼尼围城是一个大城 需要走三天的路程 我们估计 如果从地中海 走到尼尼围城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可能要走好几个月 路程十分的遥远 另外 圣经里面 也没有记载说 他走得多辛苦 或者中途当中 遇到什么凶险的事 只是简单的说 约纳便照约火的话 往尼尼围城去 在神的眼中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人有没有顺服 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 的吩咐去做 我们刚刚说到尼尼围城 他是一个大城 从这一边走到另一边 必须要走三天之久 我们看到 约纳尼尼尘走了一日 便宣告 在过世子日 尼尼围城 必请父了 他大概只走 城里的三分之一 可能神要他宣告 他也只说了三分之一 他所宣告的信息 没有带到整个城 他没有把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爱 叫人回来的信息 告诉整个城市的人 他只走三分之一 这就是约纳 我们看到 这也是人的本性 约纳 他如果按照 我们看服事的态度 他没有完全的顺服 他只有三分之一的顺服 我们成圣顺服的大路当中 我们以为 我们完全顺服了 其实如果以神的话 的标准来看我们个人 面对上帝的呼召 面对上帝真理的要求 我们相对的比较 我们真的有 做到三分之一的要求吗 有时候我们看到 在走城圣的道路当中 我们看到 三分之一的信息 三分之一的改变 三分之一城圣的路 我们看到都做三分之一 这样的 做不到一半的成果 神依然没有撇弃我们 神还是继续使用我们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可以做全职同工 可以当牧者 不是我们很圣洁 不是我们很完全的顺服 那是我们经过神的磨练 或许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三分之一被神改变 我们还有三分之二的 老我的生命还需要对付 所以我们知道 神要我们去传的 神要我们做的工 跟神的标准可能差距很大 但神没有因为这样 嫌弃我们 神继续使用我们 我们看到 约拿对宁尼为城 讲了很无情的信息 说再过四十天 宁尼为城就要请父了 然而这样的信息带来什么 带来宁尼为人 信服神便宣告尽使 从最大到最小都穿玛衣 我们看到约拿 他的信息只有三分之一的信息 而且他讲的三分之一信息 当中还带有一点点 自己血气的怒气 然后我们看到 整人宁尼为城 从大大小 从君王到百姓 都穿玛衣 都宣告尽使 各位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图画 整个信息传到 尼尼为城的王耳中 他就脱下了王府 朝府 离开了宝座 穿上马衣 坐在灰中 而且他又 片尘宣告 通常的尼尼为城 都要 禁食 所以圣经说 王和大臣有令 人不可藏什么 牲畜牛羊 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女牲畜 都当披上马衣 人要去求告神 个人要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我们看到 神就回心转意 神后悔 神不发内入 使我们不造 不自灭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看到 在经文当中 或者 神转意 后悔 这个后悔 在西伯来文 意思不是后悔 在西伯来文的意思 就是怜悯 也意思说 上帝怜悯人 看到人的悔改 上帝怜悯人 而不是上帝 他后悔 在神的权人当中 神不会做后悔的事情 在后悔这个字 是原文 翻译叫做怜悯 所以我们看到 神怜悯人 神就不将 原本要 对百姓的审判 施加在人的身上 各位 我所爱的家人 如果 每个人都愿意听 信服神 如果每个人都愿意 像林尼威尘一样 从大到小 从总统到百姓 都愿意悔改 都愿意门会 求告神 我要告诉你们 台湾 复兴就临到了 相信上帝会免去 一切的灾难 约拿 她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她只有一点点 顺服神 却带来整个城市的 归向上帝 经历了大复兴 整个城市 带来新的开始 当我们开始学习 顺服神 跟从神时 神就透过我们的摆上 带来很大的作为 让我们经历新的开始 各位我所爱的家人 你愿意你的家 你的城市 你愿意你的家庭 你的亲张 亲戚朋友的关系 有经历到新的开始吗 就是从你我开始做起 当我们在神面前顺服 我们开始在神面前 用神的话 用神的真理来悔改 我们的所行所做的事 神要带来我们新的开始 带来新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怎么回应 这个泥泥尾尘 从大到小的悔改 第十节说 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害降于他们 刚刚说过 这经文当中 他就后悔 原文要说 他神就怜悯了 所以神就赦免 泥泥尾尘所犯的罪 当他看到他们的回应的时候 上帝 上帝怜悯的心就回心转意 改变他原本的心意 神就不降于灾害给这些 泥泥尾尘的所有的百姓 我们看到泥泥尘 就因此得救了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上帝 透过我们每个相信神的家人 透过我们的服事 或许我们的服事不完全 或许我们的顺服也不完全 但神却因为我们的愿力 回心转意 愿意悔改 神就祝福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教会的复兴 需要透过你我的生命 回转归向神 我们在神面前 可目的寻求神 所以我们看到 当神看到百姓的回心转意 神就祝福他们 就把复兴的祝福 临到他们 更新他们的生命 更新他们的国家 今天我们读到这一章 神在给我们的这个信息 耶和华的话 二次临到院 今天上帝的话 也要二次的临到我们 让我们经历到新的开始 让复兴从我们的尾身摆上 纵然我们的摆上不够完全 神也约纳 神也祝福 所以今天你们看到 我们所做的都是神的事福 所以我们每个牧者 不是我们生命达到非常完全 达到完全毫无瑕疵 不是 上帝怜悯我们 上帝看见我们愿意摆上 神呼召我们成为牧者 成为全职的统工 各位兄弟妹 在神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伟大的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却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却可以被神呼召 成就祂的大事 我相信神也必定使用你 使用每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上帝 一个给我们新开始的祝福 所以我们悠唱教会 如今有这么大规模的 这样的教会的规模 我们要为此来感谢神 但我们也要因此不要自满 我们要像约约一样 常常回到神面前 我们虽不完全 但我们愿意摆上 我们虽不完全 但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当完全的顺服 我们当愿意摆上 神就示服我们 又上教会 好而更好 多而更多 祝福永远更多 在我们当中 让又上教会 高举基督的名 让更多人 因着基督的名 得到生命的改变 得到家庭的祝福 各位兄弟姐妹 上帝呼召我们 成为又上教会的一份子 祂不是叫我们围起成人 当我们愿意顺服走出去时 神就祝福你及你的家庭 也祝福我们教会 更多的恩典 愿神今天示服 你今天所听的信息 这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祝福我们教会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 能够爱你赐点力量更新 祝福我们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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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教会 祝福我们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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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祷告求主施恩 我们也为了日本现在在奥运 他们的据说每天 确诊的数以三千人几跳 我们为了日本他们的疫情来祷告 他们愿意不断的供应疫苗 在我们台湾给我们台湾的百姓施打 我们兄弟之邦 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让体育盛事平静顺利的结束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施恩带领 哈利亚主耶稣 谢谢你 你呼召我们 主啊我们的生命 或许过去我们曾经离开神 或许我们曾经像约拿一样 我们对神的呼召 我们选择倒闭 我们选择离开 主啊求你怜悯 主啊求你像约拿一样 你的话 你的呼召 再次临到我们当中 求主你施恩带领帮助了 主啊 让我们再次 我们的帕牧师娘 祝我们过去的私人 过去我们的生命如何 主啊 祝你再次更新我们 因为我们相信 你是给人机会的神 你必须带给人生命再次悔改 这些你受你的恩典注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祝你帮助我们的右上教会 我们的陈牧师 就赐给我们有智慧 祝他们身体的健康 祝给他们领受鼠听的意向 通过牧师 牧师娘的带领 让我们右上教会 前面的意向 更往前推进 我们为了拍牧师 请看牧师娘 他们青年牧羊 因为主你给他们智慧能力 透过青年牧羊 让青年牧羊根基 呼召成为主的门徒 服侍神 更多的荣耀 祝耶稣你私人带领 帮助我们的牧师 和牧师 我们的教务团队 在你面前荣恩 祝耶稣 求你祝我们 我们的办公室小组 我们的长子团队 我们的小组长团队 因为没有参加小组 小组姐妹 求祝我们右上教会 大大小小 在你宴前 成为你所喜悦的 成为忠心的 爱主你的儿女 让右上教会 达任卢德尔 成为蒙恩的教会 求你祝福我们国家 祝福日本 和日本 运动赛事 奥运可以顺利结束 让日本的疫情 得以控制 愿主你听我们祷告 主耶稣 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 主啊 求你祝我们右上教会 大大小小 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 让我们右上教会 大大小小 成为你所喜悦 成为你所使用 忠心的门徒 让我们的右上教会 得任如得宇 让人生命都归于主 主啊 求你祝福我们 日本的我们的国家 他们正在进行运动赛事 愿主你保守 让整个奥运比赛 可以顺利圆满 保守他们日本的疫情 早日控制 主特别我们看到日本 他们看到台湾的疫情 不断的供应疫苗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土地 愿主你施恩祝福 让日本也得到控制 为了我们台湾 我们的防疫的官员 陈时中部长 请我们各县市首长 我们求你保守 透过他们的施政 让台湾可以进入过往的平静 主啊 求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名求 阿们 各位兄弟妹 我相信 当你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向约纳归向神 神会再次给我们机会 领受祂给我们的祝福 愿上帝师恩带领 你我今天的领受 愿神祝福你们 平安 我们明天早上五点半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